这一趟天洁把我给跑的呀 累死了 累坏了吧 我给你倒杯水 怎么样 邮轮的事 定了吗 定了 太棒了 真的 你都不知道那邮轮有多漂亮 多亏了王总 人家王总一听说咱们这事 安前马后的 下了大力气 动用了所有的关系 把游艇的事给定了 人家王总说了 咱们的婚礼 一定要办得 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的 到时候怎么感谢人家 没事 谢的事交给我了 看见了没有 关键时刻 好朋友就是好朋友 你一个人写了这么多勤简呀 这点事让秘书干不就完了吗 你不知道啊 这勤简还就得亲自写 一来 表示我们对婚礼的重视 而来啊 也是对客人的尊重 来吧 那我帮你写吧 不用了 你累一天了 洗洗澡去 早点睡 那你也别写了 咱俩一块儿写呗 亲老亲 听话 我一会儿就写好了 那你 那你是快一点不行 好 好 我上去了啊 嗯 哎哟 哎哟 就去做个花心 咱俩还可以 就是要你 起碟面 冷藏 我只是开玩的 要不开了 你怎么可能 会再拾好 然后再拾好 我没有在拾好 我怎么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自己想想吧 想想最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或者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 没有啊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不会搞错的 我们如果没有证据 是不会来找你调查的 我没做过亏心事 我也不怕鬼敲门 你们可以走了吧 还是我提醒提醒你吧 你最近是不是给谁送过什么钱呢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秦月向你们报道啊 是不是吧 是 有这回事 多少钱 三十万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给谁给谁 不是 这也犯法呀 这不犯法 但问题是你这笔钱是从哪来的 你好像跟别人说过 说是什么你挪用了公款 公安部门正在调查里边 不 我那是骗他的 我才这么说的 我想跟他分手 不是 我好心好意对他 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你说恩将仇报 不会吧 也许他确实是想帮助你 我觉得 我接受不了 甭说别的 说你自己 好像按照你的经济收入水平 不应该会有这么多钱吧 这笔钱到底从哪来的 好 警察同志 我向你们保证 这笔钱绝对是干净的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 怎么证明啊 怎么 这呀 你是不是跟我们到官居去一趟 配合我们调查一下这件事 你们看啊 警察同志 我大喜的日子 我结婚我走不开 咱们能不能改天再聊 好吗 那就 明天早上九点 你到市区去一趟 好 那好 那祝你新婚愉快 我们走了 谢谢 哎呀 累死了阿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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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一天都把你累死 而且很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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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洗洗澡吧 哎呦 今天累了一天了 累坏了 动都不想动了 那行 你先去洗 我一会儿过去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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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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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那个征婚的事情怎么说啊 不太顺利 那你这个债还不了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家里人帮你不能还的 我妈妈一直在帮我做这事 但是她就是一工人 她哪来那么多钱呀 再说了我也不想让她为我受那么多累 是吧 是 话是这么说 但老人家知道的话心里肯定着急 对了 就你那个征婚的帖子 回帖的人都是一顿狂嘛 最主要吧 没人愿意跟你相亲 这事太另类了 是 没人愿意拿婚姻当儿戏嘛 是 你那男朋友有信了吗 不贴 行 那祝你幸福 对了 我马上也要搬走了 我在想呢 万一要有人给你回帖子 万一要有人要相亲 我怎么联系你啊 那我给你留个电话呗 我 你没有纸笔啊 我也没有 那怎么办 留在手上啊 不不这个吧 这个 这个说了 怎么实际 好 二十四小时开机啊 好 嗯 那你保证啊 你也保证 再见 大家保证 嗯 哎哟 哎哟 这洗不来了 哎哟 13806214 谢谢